六十九 经之万象而取忧奋客 必经深历之体验 以写汉换取之 方可乘机 故而空中楼阁 闻而未撇其一也 通向幸福的道路上 常常有种种坎坷和困难 中间又为很多大江大河所阻隔 而且大江大河上面的桥 往往经常被折断 当然这是一个比喻 若看到我们通向幸福的桥被折断了 又不建设新的渡口 或者用其他的办法架渡过去 那么我们要争取的幸福 是永远都得不到的 凡是在世界上有成就 有攻击的人 他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是一步一个脚印 虽然历经千辛万苦 却实实在在勇敢地走下去 尽知万象而取其优越 取其一切经验而奋勇克难 用辛劳血汗来换取最后的一切成就 得到自己应有的果实 所以说 世界上根本没有空中楼阁这么一个东西 只有脚踏实地 才能争取到成就幸福 对,优优雀山 优优独播剂 如今 mad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